新鲜蛋液丝滑入锅 搅动快速化圆 煎至凝固炒出蛋香 油脂含量高的乌鱼肉切丁 搭上大量洋葱 咸和甜的胶汁 在锅中紧密结合 炒到那个鱼肉熟了 鱼油出来了 然后才加饭 炒饭要粒粒分明 老板娘有个小诀窍 喷洒适量米酒 但有别于一般炒饭 靠酱油上色 老板娘直接省掉这步骤 就是为了在色彩上 能更衬托这道炒饭的灵魂角色 乌鱼籽 烤的味道跟炒的 下去炒的味道不一样 烤过再炒的乌鱼籽 让味蕾有了层次变化 摆盘也走 仪式感 吸筋的金字塔造型 切丁洋葱 乌鱼籽和鱼肉 都让入口后的口感 更加鲜明 当然乌鱼籽全身都能吃 上下都是饱 乌鱼筍切花刀剖开 一旁热好的锅子 先倒入麻油炒饭爆香 脆嫩乌鱼筍下锅 豆豉 菇类依需放入小伙伴炒 高糖汆烫 加入红黄绿配角 让美味料理同时拥有 视觉上的丰富多彩 就靠小伙们 让热炒破坏乌鱼筍的脚筋 乌鱼筍被称为乌鱼中的极品 口感香Q 越嚼越香 在这你可以品尝到 各种以新鲜乌鱼为主角的招牌料理 一整桌美味让人食指大动 还有个很洋派的吃法 把乌鱼籽做成的辣酱 放在欧式面包上 散发出枸杞食欲的香气 鱼肉要怎么办 鱼肉很便宜 那我们是不是要做成什么料理 S欧酱光卖S欧酱 那吃饭的客人就不会说 特别去看你的S欧酱 那后来就学了 老师又教我们做欧巴 我就跟它结合起来 把乌鱼变化成各种料理 吸引客人 但一年仅补捞一次 怎么保存也是大学问 以薄盐腌制锁住鲜味 一年四季都能品尝 或者老板娘老板也有拿手菜 我们已经把这个鱼杀好了 甚至把骨头刺都气掉了 切片不要切得太薄 大概有一公分左右这样 又吃得到这个鱼排的香味 而且这个口感也会很好 乌鱼切薄片开始放进小盆子里 抓大把姜末提鲜 陆续放入调味料 蚝油上色 油让它这个鱼肉比较Q弹 乌鱼排经过油炸外层酥脆 更凸显里头鱼肉本身的滑嫩细致 沾上竹北特产橘子熬成的酱 酸甜中透出鲜滋味 缭绕口腔 能把乌鱼从头到尾吃干麻酱 老板郭公保既不是主厨 更不是渔夫出身 会开始养鱼 是人生中的意外发展 以前我在市场做生意 因为误打误撞 来这边买了一块地 打算在这边当休闲用 结果越陷越深了 变成专业的移乎了 40年前 郭公保从竞争的积压批发市场退下 买了竹北海埔新生地 看准新竹酒降风的优势 它全新投入在乌鱼养殖 但养殖业风险高 幸好有老婆一路陪伴和支持 两人不仅仅养出学问 更养出市场 甚至能跨行卖起料理 这个工作我是觉得蛮有挑战性的 我们都从零开始 不管是他是我 真的以前我们不会煮 煮出去的鱼话 煮没有熟 不熟的话你敢吃吗 乱回来 对啊 从完全不会下厨 到现在能把鱼 从产地到餐桌 一条龙供应 多元的吃法 再加上远离成销的绿意环境 酒降风吹来的生机 让这原本喊为人知的小香叶 变身成为充满生气的养殖天堂